正午时分的荒郊野岭人迹寒至 一名汉流加倍 却双眼失明的银发老人 静坐于茅草之中 突然一群神秘刀客来势汹汹 目标赫然是眼前云淡风轻的银发盲人 只见领头人召来一名孩童 骗其取走老人的竹杖 而后啊满脸皆是嘲讽 却不料一变陡声 银发老人一脚踹断此人脚踝 光速拔刀 反手一技 袈裟斩 结束战斗 刀客四散而逃 孤独的银发老人究竟有何来头 从天而降的刀客又来自于哪段时空 是万里寻仇 还是刀法违踪 而这一切的秘密 尽在今日的阿末特工版快刀之争 当时正值明治天皇维新时期 全国上下实行废刀令 除军人警察佩戴制式刀剑外 其他人一律禁止配刀 而杖刀一词便由此诞生 56岁的盲人按摩师阿世 为了迎合国策 更为了传承武士之魂 将刀藏于竹杖之中 以备危急之需 一路漂泊阿世 居无定所 今天赶到之地 名为四月丁 四月丁本来人气兴旺 车水马 可在十年前 神秘四霸赶到之后 一切都变了样子 商铺商贩 被暗区划分 地盘争夺 时有发生 丧心病狂的是 保护费逐渐改为一天一收 此般重压之下 百姓名不聊生 而梅夫人就是其中一员 被混混强征之后 她一脸惊恐地回到家中 结果刚好遇到了热心悲惨的盲人阿世 为感谢阿世的帮忙 梅夫人将其留在家中 但阿世 也不是白吃白喝之辈 饭后为梅夫人推拿按摩 而后便主动离开 向城中的赌房赶去 因为这是她最为重要的经济来源 另一边 影视刀客卢川 也来到了四月丁 本来她是一名贵族护院 但是经历种种屈辱之后 毅然辞去了护院一处 尽管其勤学苦练 高工大成 仇人也被其斩空 但重病的妻子 让她难空如洗 为了给爱妻治病 只能继续护院职工 而此次的选择之地 就是眼前的四月丁 月黑风高夜 恶霸收账时 三名混混突然闯入酒馆 一切竟在不严重 酒馆老板一脸苦涩 因为保护费 月初她早已交过 而现在才是月中 一旁的卢川于心不忍 上前一刀直肩立威 而后低声喝道 告诉你们老大 酒馆有个浪人 需要一份工作 吓坏的混混宛如大赦 转头便消失在了黑 一夜之中 一刻钟之后 城中四霸之一的 银藏赶到此地 看着沙溪外露的卢川 一脸猜疑 想做我银藏的护院 你可有足够的本领 卢川没有答话 抬手便是一记 拔刀斩 银藏看着断掉的衣神 立于脚趾之中的长刀 不禁笑出了声 就这样 卢川正式纳入银藏门下 成为其手下最强战力 一夜无话 银藏连同城中 另一四霸银杉 赶到大板营 二人对眼前的白头翁 皆是毕恭毕敬 听闻银藏收服 一大战力之后 迅速展开肃清计划 将目标对准了 四霸的另外两霸 建议一统四月丁 卢川自然来者不拒 只要报仇到位 没有他不愿砍杀之人 在银藏的带领之下 直接连夜上岗 三霸根本毫无察觉 带刀的卢川 宛如无人之境 一刀斩杀教夫之后 一事 袈裟斩便了结了三霸 眼看帮主惨死 另外两人吓到四肢僵硬 卢川也毫不留情 一记牙凸斩再杀一人 随着一记飞刀射出 战斗彻底结束 为了洗去身上的杀戏 卢川一人来到酒馆 酒馆老板极为识好 赶忙送上一壶老酒 却不料 盲人阿世也在其中 一旁的酿酒瘟 看着阿世的主掌爱不释手 结果一个手滑 杖刀亮出了刀锋 阿世毫不动怒 捡起刀鞘之后 一把将杖刀藏入其中 卢川暗暗心惊 他察觉到阿世极不简单 当即起身事态 在卢川拔刀的一刹那 阿世杖刀瞬间出窍 没想到一袭之间的碰撞 两人竟打了个平手 酒馆老板二人是无不心惊打寒 谁能想到 一间破烂的酒馆 竟同时藏着两尊沙神 看着一脸疲态的丈夫 川七是极为无奈 不愿卢川为了他的病再造杀孽 可在卢川的坚持下 他只能放行 另一边 微信的阿世回到赌房 依靠听声变位之术赚到棚满钵满 这可缠坏了邻座的武郎 因为此刻的他只剩一颗筹码 为了赚些本钱 只能死逼赖脸的搭上阿世 阿世没有拒绝 二者的筹码再次翻了一番 尽管赌房的保镖极为严重 但还是忍住了杀意 为了感谢阿世的仗义相救 武郎请客喝花酒 阿世没说什么 开心的跟到青楼 门外的异迹眼光极为毒了 一眼便看出了武郎是个愣投心 当即以超低的价格请君入翁 赫然是要趁火打劫呀 可在阿世的恐怖听觉之下 原形毕露 更为恐怖的是 阿世竟闻出了一名异迹 是个男二神 因为按摩一直让他怨人无数 女人香也是极为清楚 一记眼看暴露索性用强 但在阿世的震慑之下 只得讲出了来龙去脉 记得那是十年前 名人米铺在城中富甲一方 但这引起了无数恶霸的觊觎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 姐弟俩是无心睡眠 躲在台阶下斗宠物玩 谁知一帮护院被人买通 数名恶霸闯得进了 电光火事件 便将名人一家 上下全部杀完 看着残酷之中的钱袋 蒙面黑衣人大为兴奋 脱口喊出了领头人的名字 台阶之下的姐弟俩 杀意冲销 拼命记住了 黑衣人口中的三个名字 太妻 金一 九至明波 十年来 姐弟俩一路漂泊 为了活下去 为家人复仇 不得不伪装成一计 听见此言的阿世 瞬间收回领域 放走了姐弟俩 在酒馆老板的介绍之下 姐弟俩来到了恶霸银扇府中 一阵阴歌厌舞之后 银扇客人色心大气 当即就要将跳舞的弟弟就地正法 姐姐小秋赶紧拉住银扇 一路之下 将其砸晕在地 而后两人逃也似的冲出银扇府 与此同时 赌狼带上阿世 再进赌房 在阿世的听力之下 二人干扁了钱袋 再次付的流油 赌房老板彻底坐不住 决定银而走险 花壁何关 直接拿出假头 借以收回成本 奈何被阿世瞬间识破 眼看阿世拆台 赌房打手直接就要上前 阿世一记 拔刀斩 便砍了 何关一臂 同时再度出手 只听风中短刀呼啸 烛光便被悉数斩灭 紧接着 就是阿世的屠杀时刻 正所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岂能力让散分 阿世一手唐竹斩 出神入化 所有来犯之地 都被其一刀斩杀 发现赌房暴乱之后 卢川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可在其赶到之时 现场只剩了一地的断臂残质 看着害人的伤口 以及工整的刀势 卢川想起了酒馆之中的 那名银发芒人 他知道出手之人 定是那人无疑 在五郎的带领下 二人躲入一间小屋 而姐弟俩也刚好 一路奔逃到此 就这样 四人再次会合 可四月丁之内 布满了银葬和银扇的势力 正当几人不知如何脱身之时 一道惊雷撕裂天际 五郎顿时灵光乍现 借姐弟俩的胭脂 扮成了拉车崩 四人成功混了出去 一路马不停蹄 赶到梅夫人家里 原来五郎正是梅夫人的侄子 发现凶手出城之后 银葬勃然大怒 但在听闻银扇的经历之后 顿时心生不详 二人连忙找上幕后之主 白头翁 白头翁也是一头雾水 但为了收回损失 降下目标指向四霸 因为此次毒房伙计 被人诛杀一事 刚好给了他开战的机会 眼看银葬人马杀上了门 四霸心无死亏 但大敌当前 他不得不战 聚集全帮之力 围杀银葬手下的最强战力 卢川 可卢川战力极为惊人 宛如狼入羊群 一步砍杀腾挪 过关斩将 成功杀到四霸面前 四霸最强心腹 直接赢了上去 但在卢川的刀下 只撑了一个回合 下午睡就一刀利弊 没了部下的拼死相互 四霸恐惧到两腿发麻 赶紧求饶 可卢川岂会犹豫 一事袈裟斩 直接灭了四霸 至此 整个四月丁 被银葬和银扇收入囊中 殊不知这一幕 被山头放风的五郎 目睹全城 心惊胆寒的五郎 疯一般的跑回家中暴行 他极为担心 阿诗不敌卢川 阿诗没说什么 憨傻地一笑而过 与此同时 一名银葬部下 来到湖边汇报 听着种种线索 一眼别认出了异计 是当年的 名人遗孤 而银葬和银煞 也在城中大举霸旗 将三霸四霸的地盘 全部吞饼 晚上深夜 阿诗五人了解了 名人米铺被涂一事 梅夫人灵光一闪 黑人口中的九至鸣波 应该指的是一条蛇 因为九至鸣波 在古语中 与蛇字同意 小秋突然想起了 在银扇府中 献唱的那一页 清晰地看到 银扇手臂之上 纹有蛇形纹身 为了验证银扇 是否为屠杀 名人米铺之人 梁姐弟 找上酒馆老板 让其代为介绍 今日特来陪礼 殊不知 酒馆老板也是 营葬人马 不经意间 便套出了 姐弟俩的藏身之地 稳住二人之后 酒馆老板布下 惊天杀局 势必要向阿诗几人 一网打尽 而姐弟俩 还不知自知 快速向银扇府中赶去 而银扇 已等候多时 姐弟俩再次是 秦武合璧 摇曳身姿 看着姐弟俩 别搅了演技 迎善再无伪装 张口就是 这俩异技 长得真可以 一会儿用完之后 金医 你可记得 跟我交换才是 银扇一脸无序回应道 不准在外界 叫我真名 太妻 听见两名字的姐弟俩 果然脸色大变 而银扇二人 也不再演戏 随着其一声令下 大量杀手围到此地 这一回 姐弟俩插翅难逃 与此同时 在白头翁的失忆之下 银葬人马是兵分两路 向梅夫人家全速进发 而担心姐弟俩 安危的阿世 也即刻启程 结果 在赶路之时 发现了一具稻草人 阿世不忍麦田守望者 被这般遗弃 躬身捡起之后 插进了麦田里 结果 刚好与银葬派来的杀手 失之交臂 杀手赶到梅夫人家中之后 眼看没有阿世的影子 一把火 将房子是复之一具 在路上 听闻异响的阿世 顿时停步 但同时 感受到了姐弟俩的杀机 不由的 加快了脚步 另一边 突围无望的姐弟俩 是遍体鳞伤 被杀手逼入绝地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阿世终于赶到 一刀 便将战局 撕开了一个口子 其余杀手 无不毛骨悚然 但在帮派的信仰之下 全部涌了上去 此刻的阿世 再无故技 正逆袈裟斩 火力全开 连十克的狮子 都被削成了烂仪 翻手之间 便将外印杀手 是屠杀一空 看见这一幕的 银藏彻底慌了 不等卢川救驾 一人逃了出去 银扇吓得面无人色 条件反射之下 逃出枪支 可在其子弹上膛的一刹那 阿世一击 刀鞘智出 银扇直接被砸倒在地 随后 反手一击 唐主斩了 银扇彻底没了呼吸 在银藏的召唤之下 卢川来到了河边护驾 奈何 阿世宛如鬼魅幽灵 电光火石剑 便寻到此地 看着逐步逼近的阿世 银川丢出一剂飞刀 建议战到先机 奈何阿世杖刀出鞘 一击便将飞刀顶了出去 宛如天神附体 银川顿时凝神禁气 他知道 这必是惊天动地的一战 同时也确定了取胜之法 改正手刀为反手刀 拦下阿世最强一击的同时 直接绝杀搏击 若不知阿世嗅到了这一细情 刹那间 变换正手刀 拔刀之后 实际上就是一剂 袈裟斩 等卢川断气之时 其反手袈裟斩 才姗姗来迟 而他的袈裟斩 余力 尽管伤到了阿世 但好在并不致命 阿世再次踏上了邪恶之途 一夜无话 发现丈夫彻夜未眠的川七 是悲痛欲绝 当场切腹自尽 而营藏的尸体 在湖边被人发现 四月丁之内的恶霸之地 被全部查封 一路逃亡了姐弟俩 再次回到梅夫人家里 可一场大火之后 屋子成了一地废墟 所有热心的村民 都来帮他盖房子 一群人有说有笑 其乐融融 唯独少了沉默寡言的阿世 而阿世的除恶之路 并未结束 休养完毕之后 故意也走上深夜的四月丁 果不其然 引来了神秘杀手偷袭 无人功法极为诡异 一个不慎就会原地暴力 但在绝对的刀法面前 一切都是无用之举 刷刷刷九刀连击 华丽剑舞过后 现场只剩一人 正是那名神秘的酒馆老板 而他就是 淫葬和淫善的幕后之人 九智鸣波 酒馆老板极为诧异 为何你能发现这般隐秘 阿世也不遮掩 坦然道 杀人的气息 你怎样都隐藏不下去 正拿起暴怒之时 阿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原来他不是瞎子 一切只是为了 洞悉人心而已 不等九智鸣波反应 阿世一记拔刀斩再次挥出 随后 补上仪式堂竹 顺也将其此人击毙 这一刻 其蛇形纹身 暴露无疑 本以为一切落下帷幕 奈何还有变数 阿世再次走进酒馆 将杀意对准了 酿酒翁 原来在第一次来酒馆 对方检查杖刀之时 阿世便已经窥到了端倪 眼前之人 才是真正的 九智鸣波 眼看再无躲藏之地 九智鸣波 退去衣物 露出了纹身 坦然赋死 但阿世 岂会让其这般如意 是要让其余生 都活在煎熬之中 一记横岛斩其双点 而电影 也夹战而迟 一部极具 北野武特色的 剑戟片 冷峻严肃 却又不失幽默 规矩 其中的格斗场面 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强烈建议大家 看看剑戟经典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牧 一肚子墨水的墨 江湖路远 我们下一期再见